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面对这个问题我都感到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困难 客观地说我们绝对不可能通过几句话的回答就教会一个人欣赏书法 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多说几句话 把书法欣赏的一些要点给出来 这些要点就像道路上的一些路标那样 意思可以让人们确认自己行走在路上而不是在沟里面 第二是寻找他们前进就能走到更深更远的地方 怀着这样的初衷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叫做中国书法精神 我想它的目标是尽可能用最简短的方式 把中国书法的一些核心理念分享给大家 这节课我们讲鉴赏 当我们在欣赏一件书法作品的时候 我们究竟在欣赏什么呢 我们都从书法当中得到过一种愉悦 是什么东西构成了这种愉悦呢 让我们从最基本的说起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构成书法的本体因素是什么 大体而言构成书法的本质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薄笔 另一个是汉字 第一是毛笔 蔡庸说 为笔软则奇怪生烟 毛笔的特点就是它是柔软的 正是由于这个特点通过毛笔可以产生世界上最复杂的 图手线 图手线是什么概念 图手线就是我们随手写下的线条 它是自然一次性写下来的 从书法的角度来说 只有图手线才是自然的 我们中国人选择用毛笔作为一种书写工具 这件事情本身特别耐人寻味 因为从写字的角度来说 毛笔有它特别不实用的一面 虽然毛笔我们知道 粘末的量特别大 一次可以写很多个字 但是毛笔很难控制 如果我们有书法经验就知道 在纸上要写一根均匀平直的线条 都具有相当的难度 而硬笔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始至终 选择毛笔作为一种日常书写的工具 包含了某种民族集体的精神性的一种取向 第二汉字我们知道汉字结构复杂多变 汉字的结构的复杂性原因在于 汉字是方块字 也就是说它所有笔画无论多少 都要全部安放在一个有限的方形空间里面 相比之下线性文字 即使它一个单词有一百多个字母 也只能按照线性不断的排列下去 它的结构特点仅仅是长而已 它并不复杂 毛笔和汉字构成的书法 可以成为一门艺术的基本条件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讲 我们在欣赏书法的时候 究竟在欣赏什么 从最宽泛的层面上说 欣赏书法无非两个方面 时间和空间 第一是时间 我们欣赏书法的时候 我们的目光总是跟随那些点画 不断向前推移 徜徉在这种点画运动的节奏和韵律当中 这就是书法的音乐性 书法的音乐性 当然不同于其他艺术的音乐性 它有它独特的特征 和音乐这种纯粹的时间艺术不同 书法是在二维平面上形成的 它是视觉性的 因为书法是通过柔软的毛笔 通过我们这只手 这个人体身上最复杂精细的器官 进行的操练 所以它有特别强的身体性 因此它近乎舞蹈 所以钟白华说中国的书法 趋于飞舞也就是他说的舞蹈精神 敏锐的西方评论家也很能明显体验到这一点 比如罗杰弗莱就说过 中国艺术首先引人注目的是 其中占首要地位的线的节奏 我们注意到这种线的节奏又总是具有流动和连续的特征 这真是一种用手画出来的舞蹈的曲线 譬如《草书》是速度最快 节奏最强烈的书体 当我们面对怀树的自虚贴 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会强烈感觉到运动和节奏带来的快感 就像张卫、郑怀树这首诗里说的 奔蛇走灰势入座 咒语悬风生满堂 第二个方面是空间 这就是书法的建筑美 汉字是方块字 每个汉字要占据一个有限的方形空间 无论一个笔画还是几十个笔画 都要被纳入到同一个方形空间里面 加上汉字笔画多变 部件形态各异 这些因素加起来 使书法的空间有了几乎无限的可塑性 因此欣赏书法的空间 就应当像欣赏一座建筑那样 它有重心、有基础 有屋顶、有支撑的结构 有过渡的结构、有装饰的结构 它要很均衡 但还要有变化 比如小篆是一种以结构的均衡而著称的书体 秦代的一山碑是其中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代表 它的空间结构精确又开阔 有一种数学般的美感 又有特别博大的气势 欣赏这样的作品 我们就很能想象前代统一天下的那个时代 它在统一文字的时候 也对文字本身的形式上的美感 做出了最严格的规范性的要求 值得说明的是 由于汉字本身是有笔顺的 也就是你写下一个字 并不能够从任何地方开始 而必须在规定的笔顺序列当中完成 这使得书法的空间其实带上了时间的测证 也就是空间也是在时间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步步呈现出来的 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最后呈现的面貌 但在欣赏的时候 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空间逐渐生成的过程当中 因此在书法当中 时间的地位比空间重要 这么钟白华所总结的那样 我们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 因而成就了节奏化 音乐化了的时空和一体 时间和空间当然是很宽泛的范畴 涵盖了书法欣赏的方方面面 现在我们要进入到书法欣赏的更具体的层面 时间空间是现代书法学术概念 而在传统意义上 对于书法欣赏通常会用到三种概念 它们分别是笔法、字法和章法 我们先讲笔法 笔法被认为是书法当中最玄妙的那部分内容 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故事特别能反映这一点 传说大书法家钟游要从另外一个书法家伟旦那里问得笔法 但是伟旦不告诉他 害得他垂胸吐血 后来伟旦去世之后 他就让人去盗伟旦的墓 从里面取到了一本类似于武功秘籍一样的东西 之后他的书法功力大增 这个故事当然听起来比较虚淡 但是他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人们心中的观念 就是觉得笔法是书法里面最玄妙、最核心的那个东西 他当然是有道理的 因为笔法却是特别微妙 但有很强烈的经验性的色彩 每个人体验呢都不一样 千差万别 似乎难以言说 但是笔法也并非就那么神秘 就其本质而言 笔法指的是合理控制毛笔的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使电话获得一定的品质 并呈现出特定的效果 合理控制毛笔的方法 当然一是合乎毛笔的性能 二是合乎身体的运动 合乎毛笔的性能最为关键 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说书法就是通过各种方式 将毛笔的性能发挥到极致的艺术 至于合乎身体的技能 这基本上也是一条定律 当然书法史上确实也有书法家 采用一些违背人体胜利特征的方式写字 清代的何少基是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 他写字纸笔用回万法 守在前面勾回来 看起来像猿猴一样 他是从射箭当中悟出这种纸笔方法 但是他多少违背了守的胜利特征 这使得他每次写完字之后都汗流加倍 王羲之是书法记忆的典范 他的笔法丰富多变 放在整个书法史上来看 也是冠绝群衔的 有时候我们甚至会由衷的感叹 他手上的书法几乎神乎其极 我们以王羲之的作品为例子 来说明一下笔法所能达到的效果 下面是一些从王羲之法律当中选举来的单字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字 每个字的点画的开端的地方 都带着一根非常细的丝 这就是说这些点画的齐笔 就具有一种高度的明晰性 在经过那个齐笔的那个尖锐的地方之后 笔号迅速铺开 随即形成了一个饱满的点画形态 这显示了其运笔异常迅捷 果断又结实 譬如油字是平安帖当中的一个字 我们可以看油字右上方的转角 这根线所产生的质感 就宛如钢筋一样 充满了韧性和力量 关于王羲之笔法变化莫测的一面 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明正 譬如说平有挨货帖中的生字 右半部分中间那块有一块笔豪 突然铺开的部分 紧接着这个部分下面有几个笔画 都是以不寻常的运行线路和形态出现的 我们再看同一个帖里面的杆字 杆字左边的撇 明显的扭曲的形状 暗示了手腕施加了一个复杂的动作 右边倾斜的长话更是匪夷所思的形态 其中点画的中间凸起 然后速度不断加快 但在点画的末端却突然杀住 将笔封收起并从左边带出 所有这一切都超乎人的预料 但是又不妨碍他是自然写出来的 这种点画显示了一种对毛笔的惊人的控制力和灵动性 第二个方面是字法 字法也就是字结构 我们之前说过欣赏字结构要像欣赏建筑一样 欣赏它在空间构造上的美感 汉字作为方块字由于始终是语言文字 我们不可能生造汉字 所以总的来说结构上可变化的范围终究是有限的 因此字结构上的变化就显得比较微妙 说法家处理字结构的关键在于控制其中变化和不变的因素之间的关系 没有变化的字结构会过于均匀 像印刷字体显得呆板木勒 传王羲之提位夫人笔正图里面说 若平直相似 壮如算子 上下方整 前后齐平 便不是书 另一方面如果过分追求变化 那么就会解散自行 超出可识度的边缘 就字结构在变化和不变的关系而言 从古至今将这个两方面的关系调和的最好的书法家 还是王羲之 现在流传下来的怀恩集字圣教序 保留了数量可观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 我们可以从中窥见王羲之对字结构的精妙处理 后代的许许多的书法家都是在王羲之的基础上在变化出自己的风格 比如说八大三人 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八大三人通过适当夸张王羲之字结构 里面部分的字内空间 就形成了一种特别独特奇绝的风格 如果我们拿相对静态的凯书作为例子 就更能够见出书法家在字结构上的匠心 欧阳勋的凯书出上欧体 历代对欧体有证书第一的评价 这首先基于欧阳勋凯书在结构上 有种特别严格的精确性 精确性是什么概念呢 精确性就是欧阳勋的字结构 如果我们尝试将他的点画移动分毫 那么这个字就会顿失神采 在风格上张怀冠书段 对欧阳勋书法有个特别著名的比喻 深深然若五库毛挤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感觉呢 我们可以看到欧阳勋笔下的字 竖向上的点画特别长而且锐利 而且经常带着往往凹进去的弧线 加上横向上的线条倾斜度又比较大 所以字内空间密集 如此一来字结构就给人一种特别强烈的 往里收缩的感觉 而且纵向上仿佛有一种强烈的拉伸力量 所以欣赏欧阳勋的凯书真的是有如走进兵器库一般 与欧阳勋相反 颜真卿的凯书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 他的一些处理原则刚好跟欧阳勋是相反的 所以颜体凯书它又是另外一种感受 它有特别博大雄浑的气势 最后我们讲章法 章法是什么概念呢 通俗来说呢就是一幅作品的整体 整体当然就意味着它包括那些有字的地方 也包括那些没有字的地方 这些有字的地方和那些没有字的地方 必须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的整体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这是一件作品 也就是说它的章法是和谐的 构成章法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是气息 一件作品的章法之所以是一个整体 而不是一个松散的碎片 贯穿其中的那条丝线就是气息 因此气息的本质是跨越单字的节律化的运动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超出单个字之外的气息的流转 那么字和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就没有意义 章法就不可能形成 说法当然有相对静态的书体 如传书 历书和楷书 也有相对动态的书体如行书和草书 在行书和草书中节奏和运动比较强烈 气息的感觉明显 而在静态书体中气息就细微的多 张怀冠就说过 草语真有意 真则自忠意义中 草则行进 事未进 气息就是张怀冠这里说的意和事 但对张怀冠这句话要辩证地去理解 这并不意味着楷书这种静态书体就没有气息了 它只是保持一种低层次的气息而已 这种气息甚至可以说接近于无 但是它并非没有 否则我们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件楷书作品所能构成的那种整体 譬如说这件柳公权的王献之送离铁拔 张法对作品的影响是很大的 同一个书法家用不同的张法写出来的作品 他给人带来的感受会截然不同 杨仪师的九花铁是一件在张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我们可以说在书法史上 他第一次将张法写得如此疏朗 这件作品的字句相隔很远 最远的地方几乎跨越两个字的距离 但奇妙的是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不连贯和断裂 相反这种书朗的张法和这件作品的内容 也就是秋初的时候知道美食的那种闲适愉悦的心情 形成了一种非常贴切的呼应 好像我们不用看内容 光看书法就能够体会到作者的那份闲适和愉快 而杨仪师的另外一件作品 《神仙起居法》则又完全是另外一种张法 它形成了另一种意境 这件作品字和字之间的距离处理得忽远忽近 杭轴线也在不断改变 形成了弯曲的形态 这样的张法和其恍惚的笔法互相呼应 使整件作品浑然一体 唤起了一种奇妙的类似于打罪权一般的感受 真的就仿佛如休闲一般进入到某种混沌的境界当中 以上便是我们第一次课的内容 主要是粗略地描绘了书法鉴赏的一些要点 其实也是为了更进一步的鉴赏 打下一个基础 谢谢大家